昨晚被围风强制检测的三处地点今早解封 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在葵冲任职社工助理24岁男人初步确诊 源头不明 当局昨晚围风拒住的长沙环村长一楼 1640人接受检测 当局到访782户57户没有应援 至于秦花沙咀渡明日居第一座 一位一个在观塘任职销售员的男住户 染疫而以围风590人接受检测 当局到访220户15户没有应援 同样有住客初步确诊 围风强制检测的天水围天圣院盛谦 就有880人接受检测 没有发现阳性个案